这种任务我才懒得执行 兔子才不吃过边草咧 真的去了就给你鸡身鸡侠 好嘞 没有人能讨过真相定律 中国著名科学家哲学家王靖泽提出 真行 大家好我是皮皮怪 我在执行的任务是 只用出生地搜集到的物资吃鸡 那我们挑M成吧 多搜点 对多搜点 养肺了好生路 找一个合格的移动城市 会不会说话呀你 我这叫战术储备 咱们老百姓啊 今儿要么真高兴 您好您的美团外卖 您好您在饿了吗外卖 别来了 我真的装不下了 身上这些足够活的决赛权 出发了 离开这座外卖之城 我塞我在哪 啊我死了 这可是好强啊我中枪了 我死了 你们这些演员就不能演得专业一点 摸得一点感情 你们这样只能体验出我是个菜逼 啊 早知道就不接这个任务 我感觉我的智商受到了侮辱 最后一个打完收空 嗯 嗯 嗯 凹料呢吗你 还在这牛一牛转一转 其实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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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哪 作为一个特工 这也许是他最后的倔强 不知道路途上经历了多少曲折波兰 走到最后与我一为一 也许会失败 但他没有放弃 没有紧张 甚至还淡定的趴在地上打药 让我来送你一程 加油 下次努力 人生何尝不是如此 也许会失败 但不要轻易放弃 某天成功的时候 你会感谢现在努力的自己 出生地资源吃鸡 任务完成 喜欢记得点赞关注 我是皮肥怪 下期见